Hello Kids, This is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 今天蟲蟲哥哥逛街的時候 看到一間便利店 Convenience Store 想和大家串兩個字 我們馬上來看看是串這兩個字吧 Hello Kids, 歡迎回來蟲蟲教室 好了, 剛剛片頭的時候 不知道各位小朋友有沒有看清楚 那間的Convenience Store 叫什麼名字呢? 我知道, 我知道 OK的嘛 不是OK Not OK 而是兩個數字 一個是7 一個是11 就是7-11 Uncle Wilson 蟲蟲哥哥在此重申 本人與7-11並沒有任何商業合作關係 本人會串7-11純屬雷同 絕對口吼 好了, 我們就是串7-11 那這次怎樣一次串兩個字呢? 我們來看看白板 Speedy Spelling, Let's Go 好, 我們看到這塊白板 跟之前一樣是... 什麼都沒有的 白書書白書書白書書 OK, 那代表什麼意思呢? 又代表蟲蟲哥哥準備 和各位小朋友一起畫畫 和上次畫花花一樣 如果你都想和蟲蟲哥哥一起畫畫 可以請你暫停影片 然後拿一張紙、顏色筆回來 再按影片去播放 希望你們已經拿齊 你們要用的顏色筆和紙過來 好了, 準備好了 可以拿一支顏色筆和蟲蟲哥哥一起畫 首先, 7 和 11 有一個共通點 我需要畫一個小朋友的樣子出來 首先, 畫一畫他的眼睛 在紙的左手邊畫一隻眼睛 Letter E Letter E 然後我們畫一個小嘴巴 是Letter V 然後右眼 再畫是Letter E 畫完E、V、E之後 我們就有三個英文字母 同樣在紙的右手邊畫一個EVE 我們就有兩個小朋友的樣子 E、V、E 然後我們可以轉一支顏色筆 蟲蟲哥哥就用紫色 好, 幫這兩個小朋友畫帽 先畫帽 同樣右手邊畫帽 其實就是一個Letter N 來到這裡 我們已經完成了四個英文字母 E、V、E、N 好, 接著我們會先處理7的部分 7其實這個小朋友是一個小女孩 他有一把很長的頭髮 所以他把長頭髮就會是這樣的樣子 好, 那我們首先數一數英文字母 我們有S 長頭髮 然後就是眼睛、小嘴巴、眼睛 最後 尤其是沒有 S E、V、E、N 就是7 接著我們就處理11了 這次右手邊這個小朋友 就有一些不同 不是長頭髮的 不過他拿著一個波板糖 然後是波板糖 然後是波板糖 當然有一支棍 那我們看一下 串不串得到11 波板糖 其實就是E、L 接著也是小朋友的眼睛和小嘴巴 E、V、E 最後還有他戴著的那頂帽 所以我們就有齊 11波板糖 E、L、E、V、E、N 的六個英文字母 所以小朋友 如果你記得怎樣說這個小朋友的樣子 眼睛、小嘴巴、眼睛、大頂帽 如果是7的話 就幫他拿著長頭髮 如果是11的話 就幫他拿著波板糖 那你就會記得怎樣串7和11的啦 最後有一個冷知識 想和大家分享的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711的logo上面 他寫的11的英文字母是怎樣寫的呢? E、L、E、V、E 都是大寫來的喔 但是你留意一下那個N 喔? 那個N是少寫的? 為什麼呢? 松松哥哥都不知道啊 但是小朋友 如果你寫文章的時候 記得 句子第一個英文字母 必須要大街 而後面的 多數都是用世界 那當然啦 人名啊 或者有些特別的名稱就除外 希望你喜歡 松松哥哥今天教的711啦 如果喜歡Uncle Wilson的影片 可以like和share 如果有什麼字想學 都可以comment告訴我 最重要就是 Subscribe我的Channel Bye Bye